邀請邱局長 請邱局長 邱委員好 辛苦 大概聊一下這個中國假訊息的部分 以及我們公開情報中心相關 不過因為剛剛的題目很有趣喔 我想再特別問你一下 你覺得中國好打還是美國好打 你覺得我好不好打 蛤? 你覺得我好不好打 我覺得你不好打 不過我的意思是 在台灣的立場上想要跟誰當敵人 是對我們比較有利 我們沒有條件去把哪個設定我們要打的目標 OK啦 因為美中博弈這件事情是全世界都在選邊站 如果我們不想得罪中國就會得罪美國 我想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的意見怎麼樣 我們沒有假要得罪哪一邊 我們從來不挑釁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要挑釁我們 我們也是面對 我給你一點時間 把剛剛被卡掉的時間講完 所以我們來到今天的主題 在去年我們把這個公開情報指揮中心 情報中心佔這個裁掉 這大概是扁政府開始弄了十幾年的東西 想到這邊請教一下 你如果覺得不方便講就不講 我們當初關閉公開情報中心的原由是什麼 那我們的替代方案跟成效 以及有沒有評斷跟分析 我們在委員講這公開情報中心是針對什麼 我在前陣子我們在做一個調整一個編組 這並沒有裁測啊 我當初做的調整是是針對我們這個 講說我們把這個裁測 我沒有裁測啊 不是啦裁測也不見得是壞事啦 可是我現在看資料 因為你的題目叫裁測公開情報中心 我並沒有裁測任何單位 我只把這個人員做個調整 他的功能是一樣在的 OK 他也沒有什麼人員規見之類的問題 我不知道他往哪規見去 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同仁 我想經過那麼多次說明 不然副局長幾次一個一個去這樣說明 今天還有這種事情出來的話 我其實想說他大概還是沒有搞清楚 沒有搞清楚委員我跟委員報告 我沒有裁測任何單位 好 了解 剛好有一個機會跟大家公開澄清 因為這個是新聞公開資訊 這大家都看得到 那你剛好有一個機會澄清嗎 那沒有問題 這個我沒有任何預設立場 我問這個中心的原因是因為 他本來有一個業務 是收集這個中國這一邊的 以公開訊息作為情報資料這件事情 那過去是公開情報中心 如果他還在那當然就更好 我要問的是他裡面的業務 就以武漢肺炎為例 我們可能會收集到一些民間的資訊 可是呢中國又是一個 他某種程度是一種 每一個人民都內化情報戰的國家 原因是我們沒有辦法判斷 他們每個人講得出來的東西 是對的還是錯的 所以作為一個 包含有很多網軍五毛小粉紅 以及掩蓋事實的國家 我們要怎麼判斷說 我們請收到的公開情報訊息 是可信有效的 或者是我們有沒有什麼側面推估的方法 情報來源不是單一的 有很多管道 我們得到任何信息以後 我們為什麼會有一個情研單位 他要做分析比較 從不同地方來的資訊 做個歸納分析以後 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最起碼可以判出這個資訊是真是假 或者他離真有多遠 離假有多大好可能 你的回答讓我很有信心 那另外呢 國外的這個 有一些情報單位 坦白講他們是委託民間 在做這個情報蒐集 請問我們有沒有相關的 在中國我們有掌握到類似的案例 不見得要具體舉證 但是 我們有 我們很多 不管智庫啊 或者這些論壇 我們都持續在注意 在情報蒐集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東西 他是這個 我們平常比較少在公開的場合 或者是媒體網路上看到 不過我覺得也很重要的 比如說他們的地方財政 他們的原物料價格 他們的群眾事件 尤其是群眾事件 因為一般我們能夠這個 廣為人知的 包含新聞媒體上 或者是網路上 社群媒體上 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暴動 但我們沒有辦法判斷 他是真的假的 可能比如說廣州又開槍了 或者是這個 上海又癱瘓高速公路了 像這樣子的情資喔 還有外部的局勢 比如說中國對其他國家 發動資訊戰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情報 是否有情報指導作為 或委託研究機構 來這個分析研判 中國情報 中國內部情勢的來源 有我們不光是從他自己的報章媒體可以看到 從其他國家對他的這個論述 我們也一定要納入這個 來做一個研討 還有高安我跟委員報告了 我們本身自己國內 有很多學者專家 這方面也很專注的 我們都會收整這些資料來做比對 好 沒有我本來有一些公開情報中心的 你說還在就還在 因為我們私底下在 我們有機會再聊 因為我剛剛那個的確就是新聞看到 好 第二部分我想問一下去年11月4號的時候 美國跟台灣舉辦5天的聯合網路軍演 超過10國的資安專家都一同參與 那台灣呢 當時行政院支通安全處的處長指出說 台灣遭到攻擊每個月不只千萬次 是歐洲國家的千倍以上 這個時候美國在台協會的代理處長就跳出來講說 我們可以來合作深化合作 邀請台灣加入美國國土安全部的自動指標分享系統 能夠快速分享網路威脅指標 請問在這個合作裡面 國安局國防部資通電指揮部各扮演什麼角色跟分工 國安局每天都針對外面的訊息 會做一個掌握 這掌握絕對沒辦法去干預 在我們掌握到以後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每天掌握的訊息 不管是網路的或者社會群組 成千上萬條 但我們會歸納 不講每一條的話 就讓大家搞得心神不靈 我們歸納在這個階段 由來是爭議性的 所謂爭議性就散不出來以後 對我們國家安全 對社會的安定 對我們人心的安穩 會造成影響的 我們歸納 在這個爭議性的訊息上 我們再做一個分析 這個階段是疫情的問題 再把這個疫情關注到爭議性去 又把它給濾出來 我想這樣的話經過這一點點過濾 主要的用意就在掌握 只要會影響到我們國家安全的訊息 我們都納不掌握 所以剛剛美方想說 我們有辦法就 希望加入什麼 這個工作是每天在做的 我們又有合作友方 哪些友方 我可以私下 我請人到委員那邊去做說明 在這個公開場合 就又合作友方 也適色到這個情色來源 所以我特別跟委員做這個簡單的說明 代表這個工作一直在做的 好的 我的理解 自動指標分析系統 某種程度是情報共享的一個作為 那也就表示說 我們跟美國其實有這個情報共享的工作 請問我們跟中國有情報共享的工作嗎 大概它不叫共享吧 我們就互相來收整吧 你應該知道我為什麼要問這個 好 國際網路安全卓越中心 這個是去年美國 這個 要在台灣設立的 同樣也是一個 這個 治安的系統 治安相關的系統 尤其是在網路安全 5G還有治安標準的領域 那可以告訴我 在這個部分 同樣國安局跟國防部的 支通電指揮部 有什麼分工嗎 他是一個比較硬體 剛剛講的可能是 輿論內容 那現在講的這個東西是 新興的標準 新興的協定 包含5G 包含這個 治安協定 那我請我們支通電視 沒問題 請 跟委員報告好不好 各位好 關於這一段也是剛剛 如同剛剛局長有講 那在這一段的分工裡面來講 那當然在國際合作 包含有盟 包含管道 合作的議題 那這一段呢 其實都是屬於比較 持續要去做 但是呢有些事情 我們必須要做 必須要做一些隱密 好簡單講一下 因為上一次我們 是要拜會的時候說 雙方有很密集的 在講這個包含 情報的工作的分工 那可能 次數因為蠻頻繁的 那蠻頻繁有幾個問 有幾個可能性嘛 第一個就是你們 真的很密切在討論如何分工 但還有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其實還沒有喬好 那我不確定 我也不以測試哪一種 但是我想資訊安全 在未來的時代 尤其是在現在資訊上頻繁 假情報 以及國家安全 受到這樣子 嚴峻的挑戰跟攻擊 甚至有中國人 在台灣內部扮演著 這個分化者 或者是帶風向的角色 這是會非常嚴重 危害國家安全的 不只是軟體 不只是輿論 甚至到硬體系統 甚至我們剛剛提的 這樣子的這個合作對象 包含美國也好 或者是這個 我們要防範的敵人 這些事情 都會是我們未來 非常重視的重點 就是在資安的領域上面 我知道有跨很多部會 在管這件事情 那我未來也會一一拜訪 希望能夠獲得 台灣國家最好的保護 謝謝你們 辛苦了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